国内中低阶智慧型手机当道 其中华硕ZenFoil在5、6月台湾单机销售创新高 表现亮眼 今天在法硕会上宣布会持续专注在行动装置领域 下一季除了可能推出Chromebook之外 9月可能也会推出穿戴式装置 以及和Intel合作的相关新品 国内大厂华硕召开法硕会公布上半年营收情况 除了笔电与主机版出货达到预估 公司重心仍将逐渐转移到行动装置上 一动性中目前维持的话应该是将平板跟手机 我们希望有个非常高速的成价 总低价手机ZenFoil主打奢华评价 在台湾市场表现亮眼 连续3月销售创佳机 一扫先前第二季油油量能不够 平均成本无法下降 造成10亿元的亏损 华手表示估计将在第三季扭转 接受度高以后整个量的顶面是相当强 所以刚才讲到前球都是缺货 量变大以后我们的cost down的速度相当快 所以应该是卖越多可以赚越多 媒体也聚焦宏机近期要推出的 穿戴式装置Language Lab 询问执行长沈正来 是不是已有英雄式穿戴装置 要在9月进军市场 穿戴式装置我们是非常小心 它我们在做的一遍 只要是不是英雄产品我们不推出 不认为它一下子就会冲得很大 但是我们很积极 但是我们不会背了太多的量来打这个市场 华硕上班年EPS12.32元 看好第三季平板电脑与手机市场 预估成长率达25%与160% 外界估计华硕先前展出的区域变形笔电 将作为下半年的重点机种 新台海电视高建伦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